今天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 在这里 纪念我们中国共产党 诞生63周年 让我先借这个机会啊 向全国在各条战线上 为四话努力奋斗的青年朋友们 自己衷心的祝贺 我还要代表我们的青年同志 向缔造了我们的党 热情关怀和培育了我们青年一代 健康成长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自己崇高的敬意和亲戚的问候 我们在座的青年朋友 尽管我们有着不同的经历 我们也都是来自不同的岗位 但是我们多有共同的感受和心声 我们都是在党的培养 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正像刚才那首歌里边所唱的 党是阳光 党是春风 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对党的感激之情吧 是我们特别高兴的事 我们的几位老前辈 今天也来参加我们的晚会了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位 是中顾委的常委何长工同志 这一位是全国政习副主席 孝华同志 这一位是全国政习副主席 吕正超同志 这一位是全国政习副主席 陈带道同志 让我们对几位老前辈 来参加我们的晚会 再一次表示热热的欢迎和感谢 大家都很熟悉 孝华同志很擅长诗文 他今天在我们党的生日的时候 特地为我们青年写了一首诗 下面我们欢迎他来给我们朗诵 谢谢大家